好 歡迎回家理財生活通 在我們今天就位單元當中 我們要跟大家聊聊房地產相關的一個議題 過去我們也常常請到 不管是張新明 許家興 或者是我們的好朋友 跟大家來聊聊房地產的一個狀況 今天請到就是第一線的業者 好好跟大家來探討一下 現在如果你真的要看房地產的話 到底我們的平均地權條例 也沒有讓我們有讓利的一個空間 可以減便宜的一個機會 好 先歡迎一下我們賈山林集團的副理 徐瑞正 徐副理 副理好 日本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其實大家很關心 就是房地產現在的價格有沒有鬆動 那我們過去都有提到一些 比方說像平均地權條例 覺得他修正法案之後 你看個大魔王一樣 可是後來發現到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好朋友 學者 專家都會認為說 這個只有價穩住而已 並沒有跌 但量已經開始縮了 您在第一線的一個現場 是不是也跟大家來談談 你對於平均地權條例 這個大魔王的一個觀察 好的 我想不論是這個政府的 這個打草房的政策 或是這個平均地權條例 我想這個部分都已經算是塵埃落定 也就是說是我們講的利空出境 所以現在很多的購物者 尤其是這個自助 剛性需求的 我想說這個政府這個措施最主要是 他要抑制這個短期的炒作 讓房價不要一直往上漲 對 年輕人怎麼辦 對 所以最近很多的這個自助客 他等等的 發現說房價其實沒有像想像的 這個大幅的有一些波動 對 就是 頂多是先不漲 先不漲 所以很多包括這個租屋的族群 他也發覺說 這個房價沒有繼續漲 但是這個租金一直在漲 所以變成說很多的這個部分 也就開始出來找房子 那發覺說他出不如買 有些地方那個租金也受不了 一直漲一直漲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現場的狀況 自助客開始出來看房子 也是 你看像現在 我覺得我們的聽眾朋友 要問的兩個關鍵因素 一個比較就是年輕人 該怎麼樣買房子 大家都會說 那你先求有再求好 可是他們就說沒有立足之地 我現在發現另外一個現象 你知道嗎 有50歲的人開始出來買房子 你知道他關心的是什麼 我想這個可以這樣講 就像剛剛主任講的 現在很多年輕人出來看 包括這個50歲 為什麼他現在出來看房子 他怕以後租不到房子 對 他現在在租房子 他現在租房子就發覺說 這個年紀越來越大 很多的這個房東 不大願意租給年紀大的人 對 再來發覺 他租金一直繳一直繳 錢都繳給房東 等於是在幫房東繳房貸 對 那現在利息這麼低 利息現在是有史以來算是低點 對啦 算是低的 所以他想說 那我這個時候可能就是未雨綢繆嗎 我為了這個之後的這個 未來的20年30年一定要做打算 趁現在開始出來看房子了 好 所以你剛剛也提到了 就是說價格現在算是穩了 你要讓他能夠像那個跳樓大拍賣 應該是很難的啊 你看股市一天可以跌100多點的 對不對 漲個兩天跌個一大天的 讓大家受不了 可是房價好像就是沒有這麼快的一個下跌 現在還是這樣啦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物價一直在漲 物價一直在漲 所以租金也在漲 那這個造價也好啦 還有這個最近這個也在談這個 營建業要開始 因為ESG嘛 我想這個是低碳牌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也開始要落實在我們營建業 所以這個一旦這個 這也是一個成本的增加 這個碳稅一開始開增的話 我們這個整個營建成本 我起碼光這個原物料就要上漲 起碼30%以上 三成以上 所以這個部分也會造成這個房價 為什麼一直不會下跌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因為是成本一直在漲 只要能夠回歸到 我覺得是比較穩的一個價格 不是在一路的往上走 那大家就可以出門好好的來挑選一下房子 不管你是年輕 或者你覺得你未來可能會租不到房子 可能現在還有機會 不過說實在的 我們一直把那個房地產會區分 就蛋黃嘛 誰不想住在蛋黃裡面市中心 但就很困難嘛 對不對 蛋黃 蛋白 或者是有人說蛋殼 蛋黃區目前的價格還是一直在往上對不對 我想這個所謂的蛋黃區 我想台北市 這些精華區像大安區 天啊 信義區 應該叫富人區 尤其是信義計劃區 他們講說是天龍國 那事實上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在市中心它是一地難求了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買房子的一個焦點 它把注意力它開始轉移到說離台北市近的 尤其是像我們講新北市的第一圈 從這個角度去看 從這個角度去找 那特別是有一些比較好的交通條件 比如說有捷運 對啦我覺得要有交通的條件 對那很快就可以聯繫這個台北市上班的 這樣的一個交通條件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當然天龍國這個要來居住真的是大不易的 你要能夠買一個一席之地 那除非就是你爸媽媽有留下來給你 所以你自己要插旗子你覺得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大概要往這種 可是新北這種地方也長得很多 對 新北我想有分 就是我們講說第一圈 就是可能過一個橋就馬上可以到台北市的 像我們從南到北的話 像這個新店 中永和 板橋 三重 那現在大家最近很多把這個焦點聚集在三重 我想三重大家的印象中 它是一個比較老舊的區塊 三重我不陌生 我念輔大了 我從以前念書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聞到那個工廠的味道 他們說現在才沒有工廠的味道了 就像您講的這個 其實在這個三重也有分 有分這個舊區跟新區 還有重劃區嗎 新區 對 比如說這個以這個新北大都為公園 所以以前我們講的二重疏紅道 新北大都為公園來分的話 右邊的話就是舊區 就是我們傳統的台北橋 中校橋 甚至這個中心橋過來這個區塊 那現在在這個二重疏紅道 新北大都為公園 這個以西 我們講左岸這邊的話 它是新區 特別是這個有 目前就是已經確定了有這個 新北市的第二行政中心 在哪裡啊 在仙社公 捷運的仙社公站 離福大蠻近的 在捷運仙社公站 這邊 新北市政府要在這邊 打造一個第二行政中心 第二市政特區 而且有捷運站 這個交通的問題就先解決了嘛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待會繼續再聊 好 我們要持續跟我們賈山林集團 在徐富里好好談一談 因為我們說實在的 要幫自己找到 不管是剛性需求 自己要住的一個房子 或者是說年輕人 想要有自己的窩的話 第二我覺得交通建設很重要 我用時間換取金錢嘛 所以你剛講有捷運很重要 另外提到的就是行政中心 那就表示一定會有人去啊 至少會去上班啊 我的機能應該會不錯啊 我想我們可以從過去的 市政中心發展的歷史來看 像大家都知道 台北市的信義計畫區 從市政府進駐之後 整個信義計畫區 房價翻漲了十倍以上 我看台北人才知道那邊以前是稻田 以前我們念高中的時候 是在附近打靶 那是六張黎靶場 你知道那時候聯合報在那裡 我在中國時報的時候 我們老闆都笑死他們 說在田中江對不對 所以也是因為市政中心的開發的關係 像台中七期也是一樣 也是因為台中市政府 所以現在七期也是變成豪宅區 好像有市議會也有國家劇院 這個離我們最近的大概就是新板特區 板橋的新板特區 也是因為新北市政府的進駐 所以現在新板特區的話 大概假如有推案的話 房價大概賣到九十幾到一百萬 附近目前是沒有案子 大概它旁邊的莊淨路 已經不是在新板特區裡面 大概賣到九十幾萬 成交價現在亞東醫院那邊也要賣到快九十萬 你不曉得我嘴巴張得好大 這個價格到底有沒有談的空間 事實上現在是這樣 因為就像我剛剛有提到的 現在這個原物料尤其這個營建成本 還有這個缺工 聽說人不好找 缺工缺得很厲害 缺工缺得很厲害 所以這個成本一直一直就是 很多建商它現在也是非常非常傷腦筋 怎麼樣把這個房子蓋起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之後我們要去注意的 現在買房子也很重要 要看這個公司的背景 因為這個房子要能夠蓋得起來 對 所以這個原物料一直在長缺工 所以這個也是要找比較能夠有品牌 能夠有這個市場的這樣的一個知名度的公司 我想這是一個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現在要插旗子的話 捷運很重要 然後那個行政中心很重要 然後周邊的大型的一個建設 這個會很重要 那我們回過頭來提到 就是那個三重這邊 我覺得我們有個聽眾朋友很好玩 他一天到晚都給我貼督廳大院 他來了沒 他一天到晚都給我貼說 玉門姐你趕快來買 他是靠近哪裡 就在這個捷運的鮮舍工站 那離府當然很近 對 我想這個是一個三重的一個新區塊 什麼新區塊 因為這邊傳統以前就是早期就是工業區 就像台北市的內湖南港一樣 對我想這個玉門姐很知道 這個最近台北市最夯的就是這個 所謂的東區門戶計畫 南港 南港大概也是以前台北市的這個 工業區啊工廠那個煙囪很多啊 他騎到現在還是有一部分是煙囪 一邊是高樓 他現在的話就是整個工廠 該拆的都拆掉了 然後變成是這個台北市最後一塊的這個 經貿特區 這裡面包括交通啊 五鐵貢溝高鐵 對經貿特區 我想這個三重這一塊呢 也是一樣 就鮮舍工這邊的話 他也是一個整個三重的一個新的特區 包括市政單位 這個市政府要進來 還有對面他有一片科學園區 對就是這個光復路這兩邊 這個科學園區 對現在正在開始在轉型 這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說實在 你剛提到三重會讓我想到 就是我的同學他們的爸媽們 他們如果是從中南部 要移居到台北的時候 其實在早年他們都會選擇在三重 所以我們到輔大念書的時候 他們就說還好我爸媽很聰明 他們念書都比我盡 因為過一個橋就到台北 然後那邊不管是房價或者是生活的開銷 還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你看早年如果要移居 台北市有這樣的一個契機 我們現在要移去應該比較辛苦了吧 因為那邊也漲風了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這個 整個相對的交通距離 第一段條件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是選離台北市最近的 最近交通最方便 然後生活機能最好 當然現在還要注意到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也要好 因為你進可是它是舊區 工廠都搬過了吧 現在就是環境要好 所以這個市政府要進來 所以把這邊的環境 做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環境 甚至能夠登上這個國際檯面的環境 我想這也是未來新北市 一個很重要的門面 那副理既然是一條線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分析一下 就沿著輔大這一條線的話 但最從三重進去 可是回到這個新莊 我之前去看 新莊跟現在也不一樣 也是一大片的一個重化區 它其實再延伸到後面 連那個丹鳳裡面都開發了 我想這個是新北市 接下來要發展一個很重要的軸心 我想這個新滿特區已經開發完成了 剛剛就是原本講的這個新莊 新莊有一個新莊復都心 就是行政院的中央和屬辦公室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政府的單位進駐之後 把這個整個新莊復都心 包括頭銜重化區這邊 變成現在是新莊最高級的住宅區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講到的先舍宮這一塊 也因為新北的第二行政中心 新北市政府即將在這邊進駐 所以這個很大很重要的一個政府的一個重大建設在這裡 所以也會為這邊將來的環境 還有為這邊將來的 甚至這邊可能將來也是一個非常高級的住宅區 那看起來的話 那個三重跟新莊你會選哪裡 當然假如說價格差不多的話 大家都還是會選比較近的 我們講說這個台北市一過來就是三重 再來是新莊 對所以這個目前來講先舍宮這一塊的話 他的房價目前還可以買到六字頭 六十出頭 六字頭 對因為現在這個新莊復都心的建案的話 大概都要佔上七十幾萬了 對那剛剛提到新版特區也就佔上九字頭了 對甚至連這個現在的新店的這個央北重化區 有我剛才廣告時間有問你 都要佔上八字頭了 對所以這個在以現在還可以買到六字頭 而且有捷運而且在這個離台北是很近 我想這個是一個蠻難得的一個機會 那就像現在看到的 到底是剛性需求的比重比較高 還是你剛講的還有可能會豪宅區嗎 換屋的這個比重兩邊的比重哪一個比較高 這個都有 因為最近的這個春蘭買房子 這個包括首購很多是首購 很多要買這個 我覺得是首購的會比較多 對首購或是這個換屋 我們最近也有接到很多是從這個台北市的舊區 像這個大同區中山區 甚至信義區 信義區其實很多舊公寓 因為信義區說實在有信義計畫區跟信義區差很多 那很多舊公寓他們想換房 因為可能年紀的關係 他們沒有辦法再爬樓梯了嘛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印象 以前這個信義區 後來因為這個市政府的關係 所以現在這個房價也變得很高 他們看到這個很類似的一個條件 很類似的環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族群是這個 因為最近這個物價一直在上漲 所以很多人是買房要來保持抗通膨 讓這個錢能夠在這個房地產裡面 除了能夠保持之外 能夠享受未來的真實 我想這個也是目前我們接觸到一個很大的族群 對然後另外一個優勢 大概就是升息可能到頂了 我們待會來討論一下 還有就是說以你專業的建議 要跟大家來提醒一下 現在的評數要怎麼選擇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這裡是RADIO中央流行網 歡迎再回到理財生活通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是賈山林集團的副理 徐瑞正 徐副理 他在第一線的一個現場 跟大家來提供一些寶貴的一個資訊 那我們剛剛有在開玩笑的時候 聊說奇怪了 每次都有一個我們的 這個忠實聽眾朋友 宏偉傑你怎麼不見 每次只要那個張興銘來啊 誰來啊 他就跟我說 韻芬姐你趕快來看那個獨立大院 顯然他對張帝的一個環境 其實是非常熟悉跟不陌生的 那他今天就不見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請這個 副理跟大家聊聊 那當然區段性 我覺得每個人會有居住的一個情節 比方說你的工作在哪裡 或者你的家庭生活環境 或者說你覺得他哪個 這個生活的連結跟你的工作是更方便的 比方說一座橋過去之後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工作 除了這樣的一個考量點之外 交通的便利很重要 就是這個有捷運可以到的地方 可以縮減我們的通勤的一個成本 另外我覺得生息啊 現在美國大概就覺得你六月不會生的嘛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我們國內的一個房貸的貸款戶來講 是不是也算是鬆了一口氣啊 我想這個就像大家都知道這個通膨很嚴重 這個最近這個我們台灣這個也公佈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這個所謂的我們的物價指數 就是我們的一些民生的這些物價指數 大概超過7%上漲率 所以這個以這個 等一下我們政府都說沒有啦 對 以現在的這個物價的一個整個上漲的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利息還是相對低的啦 對啦 因為現在利息2%嘛 對你什麼東西隨便一漲就是5%10%再漲 對所以說現在這個 最近大家在把這個焦點呢 會把它集中在說 我怎麼樣利用這個時間呢 能夠找到一個比較超值的物件 比較好的 這個我也很好的環境很好的交通 那之外我能夠買到相對比較便宜的房價 對我想這個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對所以你要這個東西好又要便宜 這個是很難得 難啊 哪有便宜的都好貴啊 對 所以現在剛好在這個區塊 因為這個區塊是剛開始 鮮濁公這邊 這個第二型的東西這邊是剛開始 所以說還能夠找到這樣的一個條件 然後有很好的環境 甚至會有將來的這個發展 因為有這個科學園區嘛 有人口的這個紅利 就業機會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條件 另外就是說因為不得不承認 就是說你現在的房價你說 就我們的歷史經驗來講 現在房價當然是高房價嘛 一直在高 所以它的評數上來講的話 現在我們的選擇也沒辦法選太大 那是不是壓死我們了 你說對於首購的人 或者說就算我今天50歲了 我要去買房子 我也不能夠把我的錢all in進去 我還有生活費啊 對我想這個很重要 所以買房很重要的是除了買單價之外 其實重要是買總價 因為我們這個房子買起來多少錢 所以這個總價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 所以現在就把這個坪數 為了要讓這個總價降低 所以我們把坪數做的比較小一點 所以像這個20坪就可以做到兩房一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把這個我們把總價降下來 讓我們負擔能夠相對的能夠降低一點 對 那你現在這個觀察的話 還是就是年輕人居多 年輕人然後換屋主 可是換屋主他20坪哪夠啊 我想這個隨著人口的關係 可能小孩都長大了 對小孩都長大了 我們也有客戶就是來 本來是想買一間而已嘛 後來發覺說大家可以住在同一個社區裡面 所以就是我們以前講三代同堂 那現在我們講三代同林 就是可能不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但是在住在同一個社區 各住的各的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把坪數變小了 我覺得這挺好的 假設你們家有三四十坪對不對 你可能要跟公婆住 那我寧願就是一人住十坪吧 然後分開兩個門吧 然後最好走路好一點距離的 那這樣的族群多喔 現在這是一個很 也是蠻明顯的趨勢 對蠻明顯的趨勢 而且聽說他們連買在隔壁都不要 他可以買的不同洞 所以你可以找那個比較大的 大一點的這個社區 戶數多一點沒關係 對大家這個每天可以打招呼 但是不會在同一個電梯看到 對我真的有聽過我那個仲介的朋友講 他說奇怪好不容易幫他們找到隔壁 他說有錢都難買雙聯幣 他說不要 就是離遠一點 有一點點距離 保持一點 但是聯繫方便 對啦 這樣就好了 而且說實在 比方說父母親如果有什麼狀況要照顧一下 你可以跑不過去就可以了 你不要這樣說我們照顧父母親 有時候你自己的小孩要托管一下 對不對 也算麻煩父母親的 對 三代同堂不同房我覺得蠻好的 同齡嗎 或同社區 我覺得這是一個趨勢 所以現在就很多這個 比較大型的社區也受到歡迎 因為他有這個大型社區 你看你附一樣的公社比 但是你可以享受更多的這個空間 比如說有大公園啊 他們就可以下來活活動 這個平時不一定要擠在自己的房子裡面 有很好的公社 有很大的環境 很好的公園 甚至還有水岸的條件 對我想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對 水岸不是只有那個大植有嗎 你講的沒有錯 因為這個水岸的條件通常都是出現在豪宅 像大植的這個低排這些 大概房價都要200萬以上 對所謂的這個天龍國的這個豪宅 那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千樂宮這裡 在新北地位行政中間這邊 也可以同樣有水岸的條件 因為這裡剛好是三條河流交界的地方 就是這個淡水河 大漢溪跟新電溪剛好在這邊交界 所以這邊除了這個 有很大的大面積的這個水岸之外 還有很大面積的這個河濱公園 這邊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條件 這是看出去就有還是要走出去才有 就在旁邊也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 不過講過就是說如果是剛性需求 年輕人可能要結婚生子的話 那小孩有地方可以溜溜挺不錯的 或者是說家裡有老人的話 對不對退休了 那麼在社區逛逛 或者在附近的水岸走走也挺好的 對 所以水岸的一個住宅其實是有一些加分的效應 但不能夠算在房價裡面吧 就是看現在的房價 就是你六字頭可以買到捷運 大概就已經算是很難得了 又買到有這個市政中心 將來未來的市政府 我想這個市政中心市政府的進出是等於 其實幾乎是給你掛保證這邊的環境 生活的條件 還有包括未來的這個房價的真實性 也當然會是最看好 再加上這個水岸的條件 公園的條件 我想水岸景觀公園的條件 這個都對房價未來的生活環境 或是未來的房價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我覺得有欸 其實像公園這個條件 像費用的小孩還小 那時候他選擇房子的時候 他就有考慮到公園的一個環境 然後像我自己在住的時候 我也會考慮到就是我附近有沒有地方 可以走走逛逛的 所以總結幫大家來講的話 就是說當然我們剛剛提過了交通的便利性 那還是位於第一要素啦 有沒有捷運可以到 第二就是生活的機能 你一定要考慮到 早年那個大職的生活機能也不好吧 我朋友搬過去他就跟我說 晚上吃不到東西 所以生活的機能很重要 那剛剛就提到了 就是如果有什麼水岸公園附近逛逛 那就是附加價值了 還有這個重大的建設 政府的重大建設 政府的重大建設 還有這個就業機會 這個對面就有科學園區了 我想這個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條件 所以有捷運 有這個公園 有市政府 還有這個科學園區 還有水岸 我想這個是等於是集的所有購物者 要買房子的這個所有的條件 然後房價之後就賣個六字頭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利多 大家多努力一點 不過還好啦 我覺得升息進入尾聲的話 對於很多想要買房子的人 現在又覺得心裡就覺得OK 不然你一直升息一直升息 到一個沒有盡頭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很會害怕說 那以後我的這個收入會不會就是 要因為利息的一個增加 壓縮到我的生活空間 好這個希望大家有空的時候 多去走走 自己去看看 這個會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非常也謝謝我們 賈山林集團的副理 徐瑞正 徐副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謝謝副理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